据说只要用手指堵住枪口 开枪的时候枪管就会爆炸 就像动画片里这样 偷吃玉米的松鼠将手指塞进猎人的枪口 当猎人开枪 高压的气体将枪管爆开化 猎人因此受了伤 而松鼠却安然无恙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 三人分工开始制作实验道具 首先凯莉使用组织替代胶做成一个假设 并在里面放入老奶奶啃过的鸡骨头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手指 为防止发生意外 格兰设计出一种自动开枪装置 托瑞则往自己头上涂满类似蓝箱一样的灵胶 用真人脱模的方式制造开枪的猎人 以此来验证爆炸是否对枪手造成伤害 为了确保实验安全 他们在警察和枪械专家的监督下进行实验 接着他们将现代的线弹枪固定在指甲上 然后将假手的中指插入枪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实验正式开始 假手被直接崩得粉碎 枪管也没有像动画片里一样爆开 只是枪口出现了轻微的变形 但猎人还是毫发无伤 显然用手指堵住枪口并不能让枪管爆炸 但疯狂的老外部把枪管炸爆是不会停手的 于是他们直接将枪管堆在泥土里 让枪管里塞满20厘米的泥土 他们认为这次一定能将枪管炸开 3 2 1 然而一声巨响之后 效果虽然没有预期好 但枪管还是出现了破锁 看来是泥土不够结实 于是他们打算将一截钢块塞进枪 然后将枪口焊死 这次又能否将枪管炸开花呢 结果让大家大跌眼镜 焊死的钢块被直接崩了出去 而枪管却是纹丝不动 看来现代枪管是可以承受住子弹爆炸的威力 那如果换成一百多年前的老式枪口 结果又是如此呢 据说只要用手指堵住枪口 开枪的时候就会爆炸 为了验证这则流言 郭瑞把祖传的猎枪贡献了出来 这把产于1877年的古董 采用的是大马式格式枪 有铁和钢并排脚钮焊接制成 因此手指塞进去更有可不开花 他们将枪重新固定在支架上 为了实验更严谨 凯瑞将手指套上橡胶手套 以此来模拟手指的皮肤 但因为找不到一百多年前的代印 他们只能使用威力更大的现代子 那它又能否让枪管开花呢 枪口的假手瞬间被崩飞 枪管也有裂开 明显比之前的实验效果好 但假人依旧毫发无伤 看来手指是不能导致枪的开花 接下来 他们打算再次使用钢块来测试 郭瑞估计是吃的太多 将钢块打磨成了手指的形状 然后装上子弹 实验再次开始 整个枪口末端被炸飞 但枪管仍然没有像动画片里那样开花 仅仅是连接两个枪管的部件脱落 由此可见手指是不可能导致枪管爆弹 但依然有不信息的粉丝道夫 使用枪糖归灵器一定能达到照片的效果 归灵器是用来校准刀剧 刚好能和枪管完美气 拍枪后后形成巨大压力 但结果又是如此 显然效果还没有几周之后 枪管只是轻微裂开 而归灵器被炸成了碎片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尝试用手捕一枪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迪 结果不幸被上面的吊扇削掉了脑袋 难道吊扇真有这么恐怖吗 为了验证家用吊扇能否削掉脑袋 凯莉和同事来到楼下的五金店 精明的老板向他们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挂灯吊扇 但女孩们却看上了这种工业级吊扇 因为它不仅有强劲的动力 并且全金属的扇叶非常锋利 它将最有可能将人的脑袋削掉 但由于没人尝试充当志愿者 而为了让实验更加真实 托瑞只能在屠夫手中借来一根新鲜的猪脊椎来制作甲仁 并且在两侧膀上带有甲血的乳胶软管 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而产生血花飞溅的效果 接下来他们在甲仁模具内涂上润滑剂 放入猪脊柱和甲头骨后胶上组织替代胶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甲仁替身就做好了 而实验时甲仁将从扇叶的下方向上升起 看吊扇会对甲仁造成怎样的伤害 托瑞按下升降台的开关 但由于转速太快 扇叶刚接触甲仁额头就被逼停 不仅没有将头削掉 造成的伤害也只是轻微的皮外伤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实验方案 将甲仁固定在水平滑道上 让他以平移的方式靠近吊扇 然而实验还是失败了 虽然扇叶直接砍在了甲仁后部 但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反而把扇叶都撞断了 由此可见 一般的驾用吊扇是无法将人头削掉的 那如果换上威力更大的工业级吊扇 又能否将人头削掉呢 装上去就能感觉他的力道有多强 经过测试 工业吊扇的转动时速达到了54英里 是普通家用风扇的两倍 那他又能否削掉人的脑袋呢 当托瑞启动升降机按钮 锋利的金属扇叶直接将甲仁的额头削掉 而经过检查 甲仁的头骨粉碎性骨折 或许这并不会致人立即死亡 但他一定会流鼻血 而接下来他们要让甲仁脖子以水平方式靠近 这次扇叶直接割断了甲仁的颈动脉 虽然没有让甲仁脑袋搬夹 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为了实现流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 流言组决定用割草机打造一个超级吊扇 托瑞把上面的引擎取下套在一个木质的外壳里 而加利则将钢板剪切成扇叶的形状 并用仪器定位好叶片的中心点 然后将边缘打磨锋利 以便获得更大的杀伤力 将吊扇安装好后 托瑞在楼上启动了割草机 当甲仁接触到扇叶的一瞬间就被打飞出去 而通过慢镜头可以发现 扇叶直接砍进了甲仁的脖子 并随后进行了多次打击 虽然没能将脑袋砍下 但绝对可以当场开袭 所以家中有吊扇的人一定不要跳得太高 最后提醒大家 实验危险切勿尝试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抓拍不到你 因为测速相机都是由雷达发出电磁脉冲 通过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汽车的速度 继而启动相机抓拍车牌号 所以当车速达到一定的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大家安心开车 留言组找来一台代表米国普通车型的二手车 为保证安全 他们给汽车加装了5.10安全带 这次实验在海军基地的停机坪进行 眼前的这套设备就是今天要实验的主角 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他开出了数百万张罚弹 那么普通的小汽车能否用速度战胜它吗 为了避免测速相机检测不到速度 亚当用手持雷达测速仪进行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 几米猛踩油门 汽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测速点 但测速相机清楚地拍下了车牌号 并准确地检测到车速 显然这个速度并不快 亚当认为几米的技术没有发挥汽车的最高性能 于是戴上头盔开始挑战 但几轮下来 汽车的时速都在100英里左右 并都成功拍下了车牌号 看来普通汽车是无法逃脱测速相机的魔者 秉持流言终结者的传统 他们来到了专业赛车场 因为这里的赛车性能要比普通汽车好很多 这次他们挑选了一辆超级跑车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开过的评论区告诉我 它拥有6.5升的V12发动机 实验再次由亚当驾驶汽车 但这辆超级跑车价值高达28万美元 一旦操作失误 按照它的收入需要还65年 尽管它的压力山大 但仍然抵挡不住豪车带来的快感 为了避免子孙后代成为车奴 教练会全程陪同在副驾驶 一切准备就绪后 实验正式开始 这次他能否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呢 亚当开始加速向前冲 这次他以116英里的时速冲过测速点 虽然比之前的实验速度加快了不少 但还是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这样的速度显然还没有发挥出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他们打算让教练进行实验 果然在专业赛车手的操作下 是依然被抓拍了照片 然而留言组并没有打算放弃 这次他们找来汽车界的扛把子也受号 这个拥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怪兽 时速能达到300英里 可以说是在引擎上面装了的作用 如果他都不能逃脱测速相机 那就不可能有汽车能达到 当他的引擎发动时 身后喷出巨大的烟雾 然后就以300英里的时速冲破测速点 最终在两个16英尺将落伞的辅助下才停了下来 这闪电般的速度成功躲过的测速相机 他们虽然找到了逃避罚单的办法 但现实中没有人会开这种车上落 所以超速一定会被开罚单 然而有粉丝提出几种避开测速相机的可行方法 分别用保鲜膜 发胶和微镜板遮挡车牌 但实验证明都是毫无效果的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 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 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因为常规的铅弹无法被磁铁吸附 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 然后压入装有底火的弹头里 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 但由于小麦不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 吉米只能找出了形似手表的电磁铁 并将它安装在自己的山寨劳力室中 磁力的计量单位是高斯 地球两极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 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 接下来亚当将吉米的牌位 带到了射击试验场 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 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 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 他们首先对着吉米的牌位 进行了两次对照组射击 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 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 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 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 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天转 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 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下面吉米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 而它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 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 他们对着吉米的牌位扣动了扳机 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 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 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量 而吉米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铁 亚当坚信这次子弹的路径会发生改变 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 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 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 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 留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 并且三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万高斯 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 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 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再次对着吉米的牌位开了一枪 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 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